各位好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亚洲我最标 很快又到礼拜五周末小周末的时间 在这个礼拜六很特别 是因为中秋节的一个吊班 礼拜六一般正常情况之下 还是要上班上课 那么台风也在晚上 这个傍晚时间宣布的路上台风警报 时间上大概是礼拜天会笼罩全台湾 那么在这个时间点也刚好 周末台礼拜六礼拜天来的台湾 周末台大家在家防疫 在家防台注意安全 一开始先跟好朋友提醒这些 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 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今天盘中 盘后甚至刚才好几位好朋友呢 都在问我说 老师这个礼拜 这个盘是怎么这么奇怪 大盘跌下来量缩 创今年新低 今天的量也不到3000亿 才2600多亿 量不见了 跑哪去了 为什么利空的股票反而会涨 利多的股票反而会跌 这种情形呢 我们把它归纳整理 一起来跟好朋友说明 这叫做什么 逆向思维的操作 这个地方最重要的关键 我先讲结论 我先讲结论 第一个 你不要跟着消息被媒体牵着走 如果是一个产业趋势 我常常跟好朋友讲 一个产业对的趋势 你应该怎么做 拉回买 就算法人也看好的标的 你应该是站在法人吃豆腐的立场上 法人买的比较高 拉回来 你买的成本比法人高 法人帮你抬轿 对吧 这才是第一个最重要的观点 不要被消息跟着走 尤其是当冲 我们在最近这半年时间里面 看了很多很多次 美国股市大跌 或者是重要产业变动的时候呢 往往全市场散户当冲 一个方向往上做往下做的时候 很容易被对作 为什么 不趁着利多出货 什么时候出货 不趁着利空拉抬上来 很多卖压 今天盘中是不是去空长容 我讲的对不对 今天盘中啊 全球第三大第四大的一个法国航运商 宣布不涨价 结果呢 不涨价的情况之下 不要再涨了 很多人去空 长容 万海 阳明 结果12点半过后 消息出来一段时间以后 反而航运股往上急拉 这个就是在嘎当冲 所以第一个重点 不要被媒体牵着走 这种逆向思维啊 有些时候要想一想 这个大的趋势是什么 法人会怎么做 你要去先思考这个观点 第二个 尤其是当冲 不要被媒体消息牵着走 那第三个呢 法人主力化 这个很重要哦 最近这一个月 尤其是这一个礼拜 非常非常明显 法人主力化 法人主力化 我待会会举好多个例子 而且是我们讲过的例子 甚至是我们这个礼拜 这个礼拜所讲的重点个股 跟大家说明 什么叫做法人主力化 狠啊 我讲真的 真的很够狠 说一套 做一套 法人主力化 坑杀散户 我讲真的 这种情况呢 我们这一个礼拜 看了很多很多次 那么这种行情 怎么样来做应对 我们怎么样战胜这些法人 待会也会教大家 那最重要的 还是短线的一个正当过程里面 你要去逆向的思考 消息面这种逆向的表现 尤其是短线逆向表现的时候 你该想一想 这个盘式 它是如何来真正的 达到他们控盘的目的 想一想 一个大的趋势是往上往下 一个个股的趋势是往上往下 这个都要想清楚 所以我在封面呢 底下的一句话 赚钱之道很简单 就是做自己 真正的自己 你自己其实心里面很明白 这个趋势是往上往下 可是往往短线呢 涨上去了 你明明告诉自己不能追 你还是追了 跌下来你也告诉自己说 好股票可以买 你不敢买 然后涨上去了 又来追 真的 赚钱之道很简单 做自己 做真正的自己 不要被媒体 不要被消息牵着走 尤其是股价 不要被股价牵着走 好 很快我们来进入这些重点的内容 跟大家分享 那么在周末时间里面 其实我们礼拜五啊 还是跟大家分享 重要的AI概念股的趋势 那个复合成长率 大家绝对都认同 怎么做 真正股价震荡的时候 你敢买吗 不敢 我讲真的 这种情形呢 在我们的Telegram也跟大家分享 还有包含我的部落格 MA2485打抗 好朋友都可以设成我的电脑 这个电脑里面我的最爱 随时可以点选就可以叫得出来 那关键重点呢 每天晚上八点到九点钟 好朋友想询问手上持股的 我们还是先说明一下 如果是会员持股 我们还是在社讯上跟大家回复 甚至你可以问我们的助理人员 都可以去做一个询问 但是基本上我不希望说 我们的晚上直播啊 好像叫大家来替我们会员抬叫 我把我的产业看法跟方向 跟大家分享的时候 不要说做对了 当然大家赚钱很好 但是呢一波动 往往呢 不是会员朋友 一被套住啊 可能会骂声很大 也没有必要 我也不是用那种媒体的力量呢 专门替好像替这个会员 来做抬叫的动作 不需要 我们看好怎么做 就是怎么看 怎么看也是怎么做 好 那很快进入今天的主题 那今天下午啊 马上发布了这个 属于强台的一个参数台风 礼拜天 好 礼拜天会可能是笼罩全台 它的台风中心是非常的密集 台风眼是非常的清楚 那这个时间里呢 注意看 不管是卫星云图 风场分析上 它的形态是非常完整 有没有 这个台风眼非常完整 而且呢 它旁边还有很多闪电的一些讯号 也代表说 许多密集的闪电讯号 代表是非常强的一个台风 周日 好 周日 大家尽量不要出门 在家防台 也是防疫 不要出门 好 注意安全 那这个时间点呢 在这一次啊 参数台风 而且是从南部哦 好 陈姐 你们在这南部 可能就先晚上 就会开始慢慢感受到 这个台风的风力了 这个地方 可能明天就要注意 这个地方 南部的投资朋友 南部的好友们 明天开始 北部大概是明天下午 晚上以后 会比较明显 到台湾这个地方会影响到 大家注意台风的安全 在家防疫 在家防台 都是一个很好的动作 那 这个盘式 今天呢 最热闹的 大家都在想 政府花1206亿的五倍券 有没有 1206亿的五倍券 如果再加上 其他有的没有的 不止1200亿 大概1300亿 这个商机 大概是有2000亿以上 2000亿以上的大商机 怎么样来掌握 我们也跟各位讲 我们看好的 这个属于小神山啊 方向没有改变 我们其实都已经做好布局 很多看好的产业方向 都是规划好 而不是说 事后再去追涨停板 那个是做假的 打假球啊 你看 在美国的太阳能 有没有 未来不是2050年哦 2050年上看50% 2035年就要升到40% 未来10年 你不要说到2035啦 未来这几年时间 太阳能有没有机会 一定有 太阳能又是低价位的股票 很容易接收市场资金的轮动 那么再看看 新版生意条例 昨天行政院9号已经拍板了 拍板定案了 再造生计的10年容紧 不管是防疫股也好 新药股也好 有机会 但是呢 投资朋友真的不要追高杀低 跌下来了不敢报 上个礼拜 大盘跌下来的时候 我知道 很多好朋友抱不住 这个防疫股呢 卖到低档 结果这个礼拜一涨上去 涨了三只涨停板 礼拜四就跳下去了 礼拜四一买 买在礼拜四的高点怎么办 这两天一压回 又好害怕了 这个关键我跟各位讲 防疫股生计股 都还有一波行情 你如果说真的 套的比较高的去报 不要去杀在低点 那这个关键呢 你看今天的立凯KY 立凯是什么 车用电子的电池材料 今天为什么要拉到快涨停板 这个现象 立凯KY 8月27号 我们低买的时候 四天四根涨停板 然后再到这个礼拜二 礼拜二 四档防疫股涨停 礼拜三 四档防疫股涨停 我不是讲吗 我记得我是礼拜一 还是礼拜二讲 大家看到 一直往上涨的时候 受不了去追 一买买在高点就跌下来 反过来 昨天跌 今天跌 大家又受不了了 又受不了了 好像疫情又没事了 杀在低点 我说真的啦 真的跌下来 连跌两天 你又害怕 你又把它慢在低点的时候 如果下礼拜又涨呢 你还敢追吗 不敢 真的不敢 这种逆向思维啊 其实跟操作上 不是要想的 好像都要跟市场相反 而是说 在股价 这是人之常情啊 看到涨 看到利多 认为还会再涨 就很想去买 对他一个期许 对他一个梦想 可是真的跌下来呢 害怕 贪婪恐惧啊 跌下来害怕 怕什么 怕说我30万 50万 100万 1000万 买这档股票 如果明天跌停板呢 怎么办 砍 美德一 昨天你不敢砍 老师 这个地方 有人问我说 老师可不可以买 今天再跌下来 不用问了 可能已经砍掉了 我讲的对不对 真正跌下来的时候 你不敢买 反而真的是又 在盘式节奏上 你又把他股票杀在低的 这个关键重点 逆向思维的操作 逆向思维的操作 好好想一想 在这礼拜天 礼拜六礼拜天 股票市场 明天没有补班 没有开市 礼拜六 现在我们已经规定说 在掉班的时间 礼拜六补班补课的时间 我们礼拜六是不开市 也是适应外资 外资在台股40几% 我们自己本身开市 外资没开市 少了外资又好冷清 所以干脆就礼拜六 不会开市 这种逆向思维的操作 我们这礼拜 其实讲了很多 很经典的例子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这个对赚钱的方法 赚钱之道 真的很简单 我们把这几天的 这个礼拜 精彩内容 把它整理一下 逆向思维 也顺便回答很多好朋友 其实你们在今天盘中盘后 跟刚才问我的问题 我一并一起来回答 来怎么说 还记不记得礼拜一 9月6号的时候 礼拜一 我讲上个礼拜六 市场离泡沫有多近 女股神 有没有 武德 他的英文名字是一个wood 所以在大陆的翻译上 叫他叫做木头姐 wood有没有 这个武德 女股神伍德呢 他说远到不能再远 你看 上礼拜六 女股神伍德说 远到不能再远 我在礼拜一 我讲什么 死多头 买买买 结果是真的是如此吗 如果照他对媒体所说的话 市场离泡沫有多近 远到不能再远 意思就是说 还是很看好 很看好的大多头了 那不是他就是死多头吗 可是你知道一件事情吗 你知道什么事情 知不知道 来 这两天 今天下午四点钟 媒体报道出来 这两天 光是伍德 这个方舟投资的执行长 伍德呢 有没有 伍德 套现卖了一亿多美元的特斯拉 会不会思维错乱 不是说离泡沫很远很远 远到不能再远吗 难道死多头一直买买买吗 你看 讲完才几天 上个礼拜六到这个礼拜四 这两天 告诉大家说 告诉大家说 这个泡沫离 现在很远 远到不能再远 为什么 套现特斯拉就卖了38亿 这不是很打脸吗 其实这就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个例子 法人主力化 割韭菜 法人透过媒体 透过法人的研究报告跟各位讲 跟各位讲说 哇 这个行情离泡沫远到不能再远 结果呢 卖股票 拉高上来偷偷卖股票 你不觉得很奇怪吗 再来 特斯拉这两天冲上去 确实是上档有压力 如果消息面出来 出来说 伍德跟人家讲 泡沫远到不能再远的时候 伍德在卖特斯拉 会不会影响到 一定会嘛 只是说 特斯拉的交易量够大 你卖个1亿多美元还不算什么 那更重要的 女股神也降低了 有没有 中国的持股 只留讨好的部位 什么意思 上个礼拜六 媒体才跟你讲说 伍德讲说 这个行情离泡沫有多近 他说远到不能再远 结果呢 卖特斯拉 卖中国持股 说的跟做的是完全两回事 听懂了吗 这种割韭菜的手法 我非常不认同 不要说说一套做一套 法人主力化 这跟过去那种恶劣的主力 有什么不同 只是把报告讲得很漂亮 目标讲得很远 我不是跟各位算过吗 如果照外资所说 两家外资所说的台积电要上一千 你去算一算台积电再拉个三千四百点 那不就是两万多点了吗 可能不是两万点 是两万一千点以上 两万一两万二 有没有 我们昨天也跟各位讲 一万七千五左右 再加个三千四百点 大概两万一千点 你觉得可能吗 这个现象 再仔细看 当初上个礼拜五 对媒体所说的 有没有 泡沫离多近 远到不能再远 还很远很远的意思了 结果说一套做一套 这就是法人主力化 第一个例子 老师 这个盘式上的走法里面 我讲真的 在这个时间点 很重要一个关键点 就像台积电 台积电在整个全球晶圆半导体 今年明年两座 29座晶圆厂要启动 要盖29座晶圆厂 外资知道这些报告数字 难道喊台积电连电的目标价 不考虑未来两年 这些29座晶圆厂完工的数字吗 就算29座不考虑好了 你看中兴一直在宣布 上个礼拜六又宣布 又要盖一座新的 两年要盖三座 是不是 然后呢 昨天 英特尔的执行长 又说 德国 法国 意大利 荷兰呢 总共要新建 八座晶圆厂 全球都在盖晶圆厂 你说 长线看一千 看一百 外资真的好好努力啊 用力的去拉台 这个跟产业趋势是都不笼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这两天大家都知道台积电 互盘的重点就是官股在互台积电 包含今天九点半拉到十点半 台积电拉了九块钱 然后十二点半 台积电有翻黑到盘下 航运股马上拉上去 是不是 这个关键点 今天出利空 今天有一个三星三奈米的制程呢 紧追台积电 这个对台积电不是好消息哦 结果呢 拉上去 台积电尾盘又坐驾 法人主力化 老师这个怎么割韭菜 当冲 当冲被割韭菜 市场一般看到这些利空消息的时候 你看 早上一开盘开低 跌到614 开盘先跌4块 最低跌5块 然后呢 拉上去 你当天看到消息 三星制程在追赶 是利空 你早盘空在这里 空在这里 空在这里 尾盘呢 被嘎到 高点 这种割韭菜 不见得是说 你好像是叫你去追高杀低 是当天的当冲 往下冲的当冲 补在高点 有没有被割韭菜 哎 你不要小看哦 太多例子了 不是只有台积电如此哦 这个现象 很仔细观察 比方说 我们昨天讲的量先价行 量先价行之下 他去拉台积电 指数没有跌 去拉航运股指数拉上去 大涨170点 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今天在拉航运股拉台积电的时候 我们昨天所说的割韭菜的标的是往下压低的是谁 大力光 大力光今天收盘2555块 你光是看这个日线图你就看得懂 5月低点 8月低点 8月低点 今天全部跌破 了解了吗 今天你看到指数在涨 货柜三雄在涨 有没有 台积电有三星追赶的利空 货柜三雄有这个第三大 这个属于达飞 法国的达飞运价不涨 好 动涨了 应该是利空 结果拉这些 你看 今天你如果是当冲啊 看到利空往下冲 马上被修理 而且还赔不少 这个关键 你再看看华星科 昨天收盘价最低价创新低 今天收盘价稍微有小弹 但是最低价171块 创新低 再来 新浦 今天的最低价 收盘价有小弹一些 最低价创新低 甚至景德呢 今天低价又在破底 最明显的是超重 尼德科超重 被日本买下之后 你看这个成交量输到可怜啊 股价今天又是一根中黑 继续破低点 这样子对大盘指数有什么影响吗 没有 可是你看到指数涨 好像没事 实际上 前股王 现在的股后大力光 破底 超重 破底 可不可惜啊 非常可惜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回头再看一个数字 技术面 这种技术面 这两天 大盘都是拉尾盘 拉尾盘 拉上季线三条均线之上 技术面上 站上所有均线 强势 你跟大力光 跟超重来对比 完全没得比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上个礼拜 高档出现这个礼拜一的 17633以后 KD指标交叉向下 今天呢 大盘涨两天了 KD指标还没有勾上去 他会不会又跟之前一样 常常有这种事情啊 股价先拉 拉到KD指标 勾上去之后 再下来 也是有可能 可是你对照几个数字 注意看哦 加权指数涨两天 KD指标还没有黄金交叉 那么这个是加权指数 再来你看看台积电 台积电昨天平盘红K 今天上涨 五日线附近 你注意看台积电的K值 连勾上来都没有勾上来 有没有发现 这些都是很有意思 在弯盘的小地方 好朋友可以多看一下 那么这个情形呢 除了台积电之外 你再看看电子类股 电子类股稍微有个转折 可是呢 K值 D值都还是往下 也站上所有均线哦 跟大盘一样 可是台积电还没有站上五日均线 你注意看 台积电还没有站上五日均线 这些都是下个礼拜 要关盘变化的重点 投资朋友 好友们一定要先掌握住 好 那慢慢进入重点来 你看今天的达菲 有人说是第三大航运股 有人说是全球第四大的航商达菲 宣布货柜运价动涨 你注意看这个时间 11点52分 11点52分 那个时候货柜航运还没有涨 利空消息 11点52分 有没有 12点24分 达菲抛出运价动涨的震撼弹 恐怕会影响 引发连锁效应 利空出来了 我相信很多好朋友 往下冲长荣 往下冲货柜三雄 结果就在这个时间点 从11点52分 12点24分 你看到这些资讯呢 你往下冲 被修理 这个现象呢 在搜完盘 你看达菲开出运价动涨的第一枪 货柜三雄尾盘其他 你看这个新闻内容跟股价 是不是兜不起来 还好是今天下午啊 大陆的一个上海集装箱运价指数还在创高 还在涨1%多 一个关键 达菲运价动涨 其实对货柜三雄 我们之前跟各位讲过 9月15号是一个关键时间点 9月15号也就是大概下个礼拜三 下礼拜三到下个礼拜五 9月17号 那个就是运价要进入关键的转折时间点 一定要特别注意 那这个时间点呢 全球海运啊 有说是老三的这个达菲 这个属于达菲 有没有 达菲开出第一枪 动涨运价 长龙削雷旦 你说他削雷旦呢 结果你看 11点50几分 12点多 说他利空 他反而往上走 这个地方不要说什么 卖在低点 而是说当冲当天 看坏的人 从消息11点多 快12点出来 看坏的人 要往下冲的人 卖在低点 今天尾盘 7600张 补在相对的高档 是不是太可惜了 这些现象 一次又一次的 可以告诉大家 逆向思维的操作很重要 那么在礼拜 这个礼拜二的时候 我记得礼拜二的时候 我跟各位讲过 新唐创为杀到跌停板 开都没有开 这个很危险 如果我约交割的话 会在礼拜四 交割不了会申报 今天媒体健报 还记不记得 我记得我在礼拜二 有讲这个内容 就是说新唐 还有创为 打到跌停板 没有打开 往上冲的人 打不开 会违约交割 违约交割 最大最大的关键 你如果说 你当天当冲的量 就是100万 你手上有100万 你就是当冲100万 你顶多去买 100万的创为 对吧 可是呢 往往当冲 很多人呢 手上 可能只有30万 50万 冲的比例 冲到100万 200万 你叫他去哪里凑钱 凑不到这个钱 我上 等于说这个礼拜二 这个礼拜二 我就讲过了 如果没有办法交割 有没有 没有打开跌停 没有办法交割 真的礼拜四 通常是礼拜二成交的话 礼拜二成交 礼拜三交割 礼拜四要净款项 礼拜四没有净款项 礼拜五就要申报违约 结果 今天媒体出来了 7号跌停的 爆出 做多的违约交割 新唐 4000万 还包含了 创为 1000多万 这两档 我们礼拜二讲的 这个现象 又告诉大家 一件事情 你看 今天新唐 为什么比较弱 新唐在这一波 跌下来 会跌这么重 就是投信的 任养 变结账 往上追上去 法人一路往上追 去认养他 然后呢 杀下来也不客气 往下一路杀 这是你所想象的 法人吗 法人的观点 比方说 一般我们想说 国内法人的观点 应该是逢低买逢高卖 这种逢低买逢高卖 做的最标准最标准的 是八大官股券商 是不是 其他的国内的法人 主力化 到今天 你看新唐 大卖一千三百张 还在追杀 那么创为呢 今天投信没有卖了 好 稍微缩手一下 可是外资接着继续卖 这也告诉大家 一个是股价的波动变大 一个是法人主力化 不管是外资 内资 他们的操作手法 跟过去的主力 讲白一点 可以媲美 而且 这些他们所说的法人报告 把评估的EPS目标价 都看得非常好 写得非常漂亮 这个是以前主力做不到的 那么这个情形呢 你再看看今天的聚集 今天的聚集 莫名其妙的 如果说你说八月营收 小衰退一点 有至于要杀到蝶天板吗 今天的三大法人 还没有大卖哦 5400张 谁在追杀 我就跟各位讲 第一个观点 你有没有想到 礼拜二 我讲的创为新唐 如果股价一跌下去 就跌停锁住 没有打开的 礼拜一交割 礼拜二要入账 礼拜二晚上如果没有入账 下午没有入账 礼拜二的晚上 可能又要申报委约交割 这种一跌下来 如果是当冲的 往上冲的多单 跌停没有打开 冲不掉 那很可能 礼拜三又会见到 违约交割的新闻 这是真的很可惜 很可惜的事情 不管是之前的货柜三雄 还是现在的电子股 如果说很热门的股票 一下子 从涨到跌 跌了以后呢 又不打开 千万千万拜托好友们 不要随便当冲 你要当冲 一定要在你的资金范围内 你有100万的现金 你只能冲100万的股票 超过你没有钱去做交割的话 违约交割 非常严重 好 这个部分千万不要 那星星呢 我们还跟各位讲过这个例子 还记不记得 我记得是这个礼拜 我也讲过这个例子 大概是在8月6号 8月7号的时候 我说 为什么 7月29号的星星 爆出4950张的大量 去过高点 投信去大买 让他股价过高 过高完压回 还记不记得我讲的 再来 9月3号的景硕 投信大买2773张 219块收盘 过了前高 215块 跌下来一路追杀 涨上去又再追高 这个在做什么 为什么 从星星大量去拱他 过前高 是投信法人的资金 再来 景硕 也是投信法人的资金 大量拱去过前高 再到 9月6号 这个时间是9月7号 我应该在9月7号 礼拜二讲的 我说很有感受 南电在9月6号的时候 投信又买了1000张 1000张的大量 过前高 星星 景硕 南电 都是法人去点火 大量大量的方式 去点火过前高 这个跟主力有什么不同 他也可以跟你讲说 我低档就有买啊 那你这个地方 7月份谁在一路追杀 杀在低点 买在高点 会赚钱吗 等到下个月10号之前 把这些股票 或者是月底之前 把这些股票又全部出掉 你在 下个月的法人 投信的持股名单里面 看不到他们的前10名持股 听得懂吗 这种法人主力化 回头看一看 星星跌下来 南电跌下来 甚至9月8号的紧缩 割韭菜 直接灌到跌停板 那这两天反弹上来 还有一个很好的例子 我在9月6号 礼拜一的时候 我就讲一个观点 跟那个木头姐 买买买的意思是一样的 死多头啊 说比特币年底 要涨到10万美元 因为9月7号 9月7号 萨尔瓦多要纳入 法定货币 全球第一家 那萨尔瓦多的民众并不支持 我说死多头啊 上5万就看10万 还跟你说月球表面不是极限 这是什么话 讲完这个礼拜 9月7号 有没有 9月8号的早上哦 媒体还在报道 萨尔瓦多成为 这个比特币是成为 萨尔瓦多的法定货币 结果当天早上的收盘 9月8号早上 是9月7号的时间来算 9月8号的早上 暴跌5900美元 想想看 这个关键重点 又让整个 板卡股 这个绘图晶片的板卡股呢 杀到跌停板 又被割韭菜 太多例子了 这种情况之下 最新的新闻 今天早上的新闻呢 萨尔瓦多 第一个官方使用比特币之后 使用比特币 变成利多出境 比特币崩了 国债也崩了 他们的想法计算 就是说 能够1%全球的比特币 在萨尔瓦多交易的话 对萨尔瓦多 650万的国民的GDP呢 可以成长 25% 算盘算得很漂亮 可是全球 持有2100万枚的比特币 可以兑换的金额 是1兆美元 萨尔瓦多 你准备好1兆美元了吗 你有1兆美元 可以给他去兑换吗 没有 没有的之下 大家就是相互相的去挤兑 一挤兑的情况之下 不要说挤兑 互相的压低去卖 从5万一口气 跌到42,830美元 想想看 这个情形 比特币 上个礼拜 好 上个礼拜 喊说要破10万的专家 那不是也是死多头了吗 上5万就看10万 民众是不支持的 在这种情况之下 被割韭菜是正常 情形还有一个重点 今天看到这个电源供应器 大厂啊 惊爆整个部门收掉 80人瞬间失业 结果呢 这家群店没事 没事的情况之下 有两种 第一个事前是不是有反应过 第二个 你看他的成交量 昨天才58张 今天182张 没量 他在外的筹码真的不多 可是一个关键 你说这么大的裁员事件 一个部门裁测掉 股价涨 说得过去吗 你这样子去把股价拉高 有意义吗 也没有意义吧 涨个1%也不多吧 这都是可以去思考的观念 就是主于反向 逆向思维的一个操作观念 那最主要的CPI 美国的CPI5.4 继续印钞票 核心的PCE3.6 结果南韩升息 智利升息了两次 升息了4码 智利的CPI只有4.5 你再看看 乌克兰 巴西 俄罗斯 一个一个 不是一码两码 是百分点百分点的 大幅升息 那么昨天我跟各位讲 欧洲版的缩减购债 已经开始了 在8月份 已经开始缩减购债了 今天媒体上 有没有 我们昨天讲 今天媒体上讲 歌试退场开始 欧洲央行 第四季 要小幅 缩减购债 不用等第四季 因为现在的通膨数字 真的很高 最直接最直接的 来 下午刚才最新的新闻 有兴趣去看一下 聚恨网 俄罗斯央行又升息一码 升息到多少 6.75% 今年第五度 俄罗斯央行 真的是照CPI来做发展 你看这个红色线 红色线是俄罗斯的核心通膨年增率 这叫红色的 红色的年增率已经达到7% 他们的利率已经升到6.75 你看俄罗斯 俄罗斯又在今年第五度升息 升息到跟CPI年增率7%接近 你回头想一想 美国的CPI5.4 核心的PCE 核心的通膨指数3.6 美国现在的利率是多少 0 这代表什么意思 美国现在的存款是0利率 可是核心的PCE 物价通膨是3.6 实质存款是-3.6 你如果银行存了100万美元 没有利息 不要说负利率 没有利息 但是物价在涨3.6% 代表你100万的钱 一年之后只剩96万4 缩水3.6% 这就是通膨的杀伤力 美国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 30兆的国债 30兆的国债美元 一年如果通膨5% 通膨5% 美国的国债 实质还款 减少1.5兆 你如果是联准会的鲍尔 你做不做 如果是我 我一定做 可是如果做得太过分 又会像1960年代的通膨会失控 好 这点是比较严重的现象 好 那再来一个关键重点 这些大家都知道了 来 英国 英国强生的加税案已经获准 税负史上最重 来了吧 要嘛生息 要嘛加税 来支付这些社会福利 疫苗防疫的支出 英国开始加税 俄罗斯第五度生息 精彩吧 我告诉你 后面还有更精彩的 来 中国的PPI 顿售物价的指数呢 9.5% 创下13年新刀 通常PPI上涨 会早大概 CPI三个月左右 如果它的生产者的物价 涨9.5% 原物料的飙涨 经济会不会有影响 绝对会有 这种情况呢 大陆的PPI急涨 飙到13年的新刀 来到9.5% CPI是被价格压住 5月份 打压铁矿石 钢架 这些一直压抑的动作 压抑物价不让它涨 一涨的话 社会很容易乱 可是PPI呢 PPI大幅增加 代表厂商的进货成本 大幅增加 这个现象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疫情 9月7号 这个礼拜二 美国的疫情 飙到30万1000人 1月8号 前高最高是 30万0777人 9月7号 美国三天廉价 劳动节回来之后 也报表 昨天18万 今天还是有15万 人数还是 十几万 十几万的增加 这种Delta病毒的侵袭 你看到今天下午 5点钟 15万 还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们跟各位说过 疫苗五部曲 好像魔剂三部曲一样 从5月份的华航机师 这一次呢 从8月底的长龙航空机师开始 双北零星 再到现在的感染源不明 一个一个 有点在扩散开来 那接下来就是中秋节 一定要守住 不然中秋节过后 爆发起来的话 疫情会失控 因为这个Delta病毒 太强了 这种情况 你看看昨天所说的 这个北市装修工 没有进入板桥染疫大楼 也确诊感染源不明 你注意这几个字 感染源不明 是不是 疫报的五部曲 第三阶段 感染源不明 昨天 整个市场上 民医也办柯南啊 还有隐形链 还没有公布出来 甚至呢 你看民生国中 昨天所传出来 国中生染疫啊 阿嬷家在板桥 是不是有地缘的关系 已经造成到今天啊 台北市已经有12所学校 1536人停课 该停课 该隔离 该筛检的 赶快做 Delta病毒 如果在社区爆发开来 那个速度啊 不是一两百人 那个速度会非常的快 他一个人可以传 八个人到九个人 非常强的传染力 这种情况之下 现在呢台北市的松山区 第二所国中 今天也开始紧急停课 不是只有如此哦 你看看 从国医生的胸痛确诊开始呢 现在教育局呼吁台北市松山区 19家的补习班 暂停实体课程 不是只有学校要停课 补习班 停课 安亲班 停课 这是好现象啦 只是也告诉大家 这个疫情的动作真的要 严守住 那埃及爸的妻儿跟幼稚园的群聚 同样的是一个同样的病毒 说是好事情 但是陈部长也说啊 不排除有隐形传播链 为什么这么讲 你知道吗 其实在这个装修工的夫妻 加两例呢 不明感染源 其实可能Delta病毒已经有 前面就有潜伏期了 那么再来一件事情 今天新增两例 新增两例 新北台北各一例 注意看这句话 感染源都不明 像不像第三部曲 现在一直爆出零星的一个感染源 都不明的时候 那源头不知道 代表一件事情 源头还在外面啪啪噪 还在扩散 对吧 这个事情你再观察 幼儿园是全新的序列 国内三大Delta的群聚定序完全不同 苍翁航空的基石案 屏东的阿嬷 还有包含这一次 新北的一些这个情况呢 其实都是不同的 那这个板桥群聚又再增加四人 新北又爆一例 感染源不明 最怕的是这句话 不是这个人数 而是这句话 感染源不明 看了好多啊 最近14个例子 有13个就是Delta 而且也出现了 AZ加莫德纳混打的突破性感染 所谓的突破性感染 就是打完疫苗 打完两剂疫苗 还是确诊 那个会变成说 它可以减少重症 减少死亡 但是还是会确诊 这个现象 MU病毒 日本研究啊 如果MU病毒出来的话呢 保护力只剩七分之一 代表还是会受到感染 而且很严重 这种情形 日本又看到一个ETA ETA变种的病毒 已经有18人染疫 MU已经很 听起来很可怕了 那ETA到底是什么 还没有 不用紧张 但是一件事情 现在的病毒 一直一直在跟你讲说 有新的 有新的病毒 这个情形呢 现在医师也很紧张的喊话 先警戒升级 如果一个情况会炸开 什么情况 这种压力累积到极限 就会炸开 所谓的压力累积是 不明感染源 一直在四处传播 它没有大规模的爆发出来 可是这种 这个属于不明感染源 到处在啪啪噪的话 就会造成 一旦爆发出来 那个人数会暴增 这个现象 你看看 今天的防疫股 礼拜二四档涨停 礼拜三四档涨停 昨天拉回 今天拉回 连续跌两天 拉回低档 你又不敢买了 我讲真的 很多时候就是股市 很有趣的地方就在这里 美德一 老师我有看到他 心里面就想说 到底可不可以买 康纳香呢 今天也压回来了 回到26块 甚至恒大跌到55块3 跌两天了 到底可不可以买 买了又怕 怕说礼拜一 如果又没事 又会往下继续跌 对吧 这就是人性 为什么跟各位讲 今天的逆向思维操作 有些时候 我们要判断的是 一个产业趋势 这个产业趋势 有没有机会 有没有这个条件 再看筹码 有没有法人在抬轿 我们要买的比 法人筹码更低 你把这些都思虑好了 回头看看 AI概念股 我们昨天跟各位分享的 昨天所讲的复合成长率 63.5% 今天呢 再把这AI化的黄金十年 这种高成长期的内容 今天在部落格Lite 也跟大家分享 最重要的AI概念股 如何来掌握 我不希望你用追高的方式 去做操作 你真的想买的好朋友 0800370888 跟上我们的行列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 就像8月19号 真正跌下来的历凯 你不敢买 我们带会员去买进 买了以后呢 四根涨停 然后这个礼拜二 四档防疫股涨停板 礼拜三又是四档涨停 我说没有错吧 涨上来了 连涨三天 大家都来追 一买 买在礼拜四的高点 买在礼拜三的高点 礼拜四跌 礼拜五一跌下来 又害怕了 是不是如此 这个关键 立凯KY 四根涨停 再加上礼拜二 礼拜三 又是四根涨停 有没有机会 当然有 但是不是要追价 我们今天还是告诉大家 接下来的重点呢 比方说五倍券的受贿股 小神山 还有AI概念股 想跟上的好朋友 0800370888 跟上我们的脚步 好 把这些重点先分享给大家 好 很快看一下 现在台子期的本来涨 又变成跌 这个幅度不算什么了 讲真的 今天外资买150亿 期货空单又增加了2651口 来到了14000口 那么外资啊 这种短线一下子追高杀低 有没有想过 外资一直去追高杀低 会赚钱吗 常常外资追高杀低 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 把散户带着 好像牧羊犬啊 外资像一个牧羊犬 往上赶 往下赶 谁在高档 去出股票 谁在低档 去出股票 我常常用一种比喻 外资是一个牧羊犬 是一个左手 通常往上 外资大买的时候 有一只右手在往上卖 那只手通常是大股东 是主力 往上卖 不然你看到股价 就像台积电 涨到630几块的时候 外资买散户买融资增加 那我问你谁在卖 我这样讲就听懂了吧 常常去思考这些反向的思维 你就可以了解很多股市 真正操作的秘诀 好我们很快看一下好朋友的询问个股 来 今天这个盘式啊 很多个股的走势很精彩 不要怕说这个指数的震荡 那这个盘式走法里面 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 大家晚安 那霹雳火的营收不如预期 其实转带的效应还是可以续报 在这个太阳能的需求上 不光是台湾 美国也是如此 最重要一个重点 我问你 台湾在去核化 反核去核化 未来除了燃烧天然气 风力发电最主要的一个重点 你看连那个台湾啊 南部的糖厂一大片 砍掉以后 不用重糖了 现在都重太阳能板 升电 也是配合政策 南部以后 你会看到很多的面积 不好的农地 或者是好的农地呢 都拿去重电去了 太阳能 这个需求会越来越大 好 这个是持续看好的原因 那再来 目前在5347的世界先进如何看 今天你看到5347的世界先进过高 来 我们一起来看 不要说我怎么看 有没有看懂 今天外资卖1300张 投信大买4200张 投信在压回的低档 压回的低档也没有大卖 今天为什么投信大买 有必要去追175块吗 我刚讲了太多太多的例子 8046的南电 南电投信 最近这两个月大买的时间点 你现在回头看 买在450块附近买了1000张 买完就跌两天 5347的世界先进 今天是外资站在卖超 市场不是有在传麦格里的目标价吗 难道法人是看到麦格里的目标价吗 投信去大买4200张吗 我没有看到投信的报告 但是我跟各位讲 今天媒体的消息在喊麦格里 喊世界先进多少多少 这样子的操作 会建议网上解码 5日线166块4 色停损色停利好不好 那再来2014的中红怎么看 2014的股价走势 说实在的 它的走法是盘跌 钢铁5我一直认为 为什么不去介入它 钢铁股这三个月 三个月也没有大跌 也没有回到半年线 反弹上来 你注意看这些的关键点 其实它的幅度真的都不大 7月份的低点有跌破 反弹上来又是在季线上下做震荡 就是一个区间 那你说2014的压力点 比较大的压力会到季线吗 我不敢讲 有没有这么大的能力 你看今天一拉起来 外资马上卖了3356张 是不是 我认为钢铁股还是一个区间形态 高卖低卖 但是那个高点不好抓 那再来 目前货柜三雄 因为今天的利多 就会开始涨了吗 今天的利多是 这个上海集装箱运价指数 不见得会涨 你回头去对照货柜三雄 最近这一个月 有点是慢慢的往下盘 是慢慢的低点 我把这个低点标出来 你就可以感受得出来 我这样把它标出来 你会有一个明显的感受 比方说7月份的低点 116.5 跟8月份的低点 你注意看 我画的线 你注意看 它的股价走势 从233 低到116.5 反弹压回 反弹压回 这个高点没有过高 低点 这边有守住 可是这个地方破底 它是有一种是盘跌 我这样讲是盘跌的走势 那盘上来货柜三雄就会涨吗 9月15号 船运要赶上这一班船 就是下个礼拜 礼拜三 9月15号以后的船运价格会松动 美国欧洲的订单很多是到10月15号 传奇加30天 9月15号 会是一个时间的D-line D-line D-line的一个 D-day D-day的一个时间 最后底线 所以基本上 你说马上会大涨 你回头看看今天是外资买 买长荣 从7月份以来 投信把人尤其是8月份 投信是天天卖 看得懂吗 我还是认为它只是一个反弹 你要做用短线的方式做应对 好不好 那目前这个有点起风 先过中秋节也不错了 这个时间点 因为中秋节应该是下下礼拜二 好这个时间点来讲 大家大家在家休息都很好 那目前最近的持股啊 都是等待发动中 在目前的盘势 其实真的是资金一直在轮动了 很明显的这个盘势走法里面 我说这个盘势 很多个股它的轮动节奏会越来越快 今天为什么去拉台积电 我把那个时间点把它抓出来 你会更明显 你看台积电 大盘撒下来台积电拉起来 这9点半到10点半 你对照一下9点半在这里到10点半 第一波拉上来的时候 是不是台积电 然后12点半以后 台积电翻黑去拉谁 12点半 我说那时候我在尾盘连线的时候 我说12点半台积电一翻黑 你看 货柜三雄马上去拉 而且 11点52分 开始出利空 达菲 这个属于达菲法国的航运商 全球第三大第四大的航运商 动涨不涨价了 结果呢 利空反而开始往上拉 那正常情况 是不是应该下午的集装箱运驾指数 本周最新报价继续涨 下礼拜应该继续涨 一定会涨吗 我没有把握 基本上我就建议 这个地方五日线 五日线126.4 色停损色停利 好 那么再来 目前闪电小飞侠的股价 应该是不会再跌 那目前在整个盘式上的走法 很多个股 我说看到这个走势上啊 很多的股价它其实是有很多这种不同的变化 只是说大家看到你看像4919的新唐 这几天 投信一路买 7月8月一路买的新唐 这几天呢 一路卖 昨天好朋友就问我说 老师新唐会反弹到什么程度 我说最大最快五日线 今天有回测到季线 注意哦 投信把人一路卖会造成一个现象 什么现象 下礼拜如果季线128.1跌破 继续探底 这个会造成投信把人的任养股 会 筹码会乱掉 比方说6104的创围 你看 投信卖了一个礼拜 今天稍微买个154张 换外资卖 盘上来换外资卖 甚至像2481的强帽 这两天在守低点 这个低点应该不是在7月份了 应该是到8月份 我把那个点位修一下 8月份的低点 多少 87块6 他已经跌破季线 跌破季线 站上五日线反弹 可是你看投信法人 连续半个月一直在卖强帽 这就是告诉大家 就算9月下旬要法人祭底作帐 这些筹码有被倒出来的 不会是做账标的 好 这点特别注意一下 那2385的股价不上不下代表什么 上下就是一直做价差 之前我们也做过这一档短线 我说这一次好像一个W底 可是上去没上来 我记得是在7月份吧 再来一次我就把它出掉 因为它的走势一直在走一个箱形 你现在回头看 它的结构就是75块9到82块4 这个箱形做一个震荡 不过均线结构要注意 它现在的所有均线是呈现空头排列 那在筹码面呢 外资从4月份以来 我记得是因为它的指数权重被调降 被踢出去的关系 所以它的权重外资一路在卖 这种筹码面会比较乱 跟基本面就获利不是太大的关系 那目前的盘事上来讲 我看股价的走势啊 其实很多好朋友像光辉 你们常听我这样讲 大概就会了解很多法人的观点 跟主力的想法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内容 我们会慢慢的告诉大家 那再来 今天的一个当冲啊 往下冲 看到利空往下冲的货柜三雄 真的被修理了 那3588的通家 后续看好吗 3588的通家 短线的外资筹码比较乱一点 虽然说投信有买166张 可是你看外资卖192张 短线的支撑 五日线122.8 如果再低一点 波段的支撑 在季线115.1 好115.2 这个地方不可以跌破 那最近这9月份以来 注意它的成交量 它的成交量 有一直在退潮的现象 这点要特别注意一下 往上我会建议减码 那再来就是敦泰 敦泰来讲股价走势 今天又被法人给倒出来 谁在卖 外资 外资今天卖了4641张 我在盘中连线的时候我就讲 这个时间点 它是遇到了上档月线的反压 月线没过 那可能还会再拉回整理 好这点就稍微注意一下 再来我们看一下 在盘式上的走法里面 敦泰可以接吗 我就不建议 你看外资这个卖法 还有这种K线的形态 就算礼拜一开高 上档的月线能不能克服 还要再做观察 好很快我们看一下FB好朋友 在王达哥晚安 这个时间点呢 1727的中华化爆量 中华化爆量 交叉是不是可以做空 不可以 中华化这波非常的强 它这种K线形态 连五日线都没有跌破 你看它的均线结构 我讲一个观点 做空的观念 这种均线结构 是全部多头排列 你要叫它进入空头 不太容易 真的不太容易 点多是涨多拉回修正 不会大跌 会小跌 不会大跌 真的会大跌的 我们刚刚说过 举例子 还记不记得我们之前讲的 当初大力光破低点 有没有 破低点 这种破低点 它的均线结构空头排列的 才会进入主跌段 听得懂吗 多头排列的股票 你要叫它马上大跌 不会 这种你不要认为说 1727的中华化涨多了 你就空它 不可以 这种是多头的股票 融券2800张 券之比已经达到 将近有三成的比例 不只三成 6424 大概四成 四成的比例 券之比如果一路拉伸 这个反而会有嘎空的题材 它除息过了没有 我看看 其实这个时间点要空 会找弱势个股 它现在7月20号股东大会过了以后 现在的这个息 我不知道有没有 这是旧资料 我不知道 你要再查一下 好 在盘式架构里面 我说这个盘式结构 最重要的 也是大家最关心的 大盘今天又拉台积链 拉货柜三雄 我刚不是讲吗 外资回头让大盘 站上了所有均线之上 量呢 量为什么不见 第一个台股的Delta疫情 第二个美国可能接下来要减购在 第三个美国的政府支出 又要开天窗了 他们的财务 财务又破表了 如果开天窗 是不是又影响股市 再来就是电子业的杂音 那种属于砍单的杂音 已经有慢慢的出现 这些一定要先避开 好不好 把这些重点分享给大家 如果说想跟上 因为在接下来的行情呢 包含了AI概念股 或者是我们锁定的 五倍券的受费个股 押回逢低来买进 想跟上好朋友 0800370888 跟我们的助理来直接报名 把这些重点分享给大家 也祝大家明天操作顺利